如果Funko有夾挖机的话你会夹吧 我们去看看 听说都在这一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来这一家武圣夜市旁边呢 我们夹到一只Woodie 我们今天去了J Boss 然后我们夹到这一只Toy Story 4的Funko公仔 那这一只是Woodie 那对那个Toy Story 4的话呢 基本上我有说这一只 以前去美国的时候看到这一只Woodie 那还有这一只Woodie呢 它跟RC 也就是它第一集的时候 它在追那个车子的时候那台RC 那这一只Woodie的话呢 随便介绍一下 它这一只呢 它这一只是它是拉环的 它后面是有拉环的 那这一只不便宜哦 这一只它可以讲50多种不同的话 它这边有写50多种不同的话 那如果你有拉它的环的话呢 我看它讲话 它只要动一点点 它只要动一点点它就会讲话 看 Howdy, father. My name is Sheriff Wody Reach for the sky 它这边就会有讲话 You're my favorite deputy With a whole life strength 那这一组的话呢 它可以讲50种不同的发音 那因为这个的话呢 台湾叫做证书版 它里面是有一张证书的 所以这个盒子完全没有拆 那为了带这一只回来呢 我基本上我要浪费掉我大概 一个小的行李箱 就算这一只 或是拖运的话 它基本上已经占了我大概十分之一的行李了 这一次去那个娃娃机呢 我们 钓到的是这一只Toy Story 4 的屋底 那这一只呢 是Toy Story第一集的屋底跟阿西 那我们今天呢 就来拆 这一只Toy Story 4 我们钓回来的屋底 那它后面的话 它这一组系列总共有 一二三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它这一组呢 总共有十一只 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系列 然后它这一支是屋底 那因为Toy Story第四集 可能听说是最后一集的那个Toy Story 所以蠻多人喜欢收这一组 那我们来拆一下吧 它这个 它其实它 这娃娃机还不错 它 还用那种盒子呢 把它封起来 保护它的外盒 所以可以说 C-Bar这个是还蛮细心的 所以可以看到说 这一支呢 是代理版的 所以它是正版的 在娃娃机里面放到正版的方口 说真的成本算蛮高的 何况的话 其实你说娃娃机里面 它其实受损的 还有一些的 像这些都受损的 那这支编号是522 正观代理的 所以有中文标帖子 这一支的话 帽子超大 然后下面的话没有 那个所谓底座可以让它站着 如果站起来的话 感觉蛮稳的 它不会像有些是头重脚轻 它脚还蛮稳的 那这一支的话呢 没有嘴巴 有眼睛 有一个绳索 这一组的特色就是 它戴着一个牛仔的帽子 然后呢 右手呢 拿一个绳索 那它的绳索呢 左手拉的是绳子的圆圈圈 右手的话 在做那一种甩绳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帽子呢 真的是非常的抢眼 不过呢 它也不会造成所谓的头重脚轻 因为它这样子 也站得蛮稳的 那它右手 拉着这样子的一个绳索 你看到它后面呢 还有一个拉环 就是屋底的后面 那个可以讲话的拉环 然后呢 牛仔裤的后面 还有那个 牛仔的这个 马靴 马靴钉 右边呢 还有配一支枪把 枪托 可是它里面没有啊 没有枪把 所以它细节上呢 这一支还做得蛮细致的 那它穿的那种 卤牛的这种牛仔背型 所以这一支呢 还真的是 蛮可爱的 我会觉得说 是它这十一支里面 它算的是 超可爱的 而且出去的时候 带出去应该也蛮好带的 拍照也很好拍 这一支之外呢 我们顺便来开一支 WOODY WITH ARC 好了 我们按住 很想到他们的 有点 规格 就会有点 处理 来 那么 不是 怎么想要 还是 还是 你 不是 可以 是 在上面操控的遙控器 然後再操控這台遙控車 那這台遙控車有趣的是它下面 它下面做的跟真正的遙控器車一模一樣 有這個螺絲還有電池 可是它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拆開的 它的輪子也沒有辦法轉動 所以它一切都是只是個裝飾品 那這支造型跟這支無敵比起來呢 你看到說漆的顏色有點不太一樣 這支第四的比看起來比較黃色一點 那這一支看起來比較白 那帽子的話呢 顏色也是有差別的 我第一次在成品書店看到它的時候 我的第一眼就是我真的 這台真的是很想把它入手 不過那時候身上的錢沒有帶夠 也沒有帶錢包 所以只是快看就離開了 後來台南的那一家成品呢 後來的那個震光就瘦掉了 所以我身邊也看不到方口 所以這一支是後來上網的時候看到的 然後再把它擺下來 超可愛的 所以它顏色的話呢 它顏色跟第四代的還是有差異 所以它基本上看起來好像是不同的工廠做的吧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批號 這個批號下面 它這裡有一行白字 它這裡有一行白字 那這個白字的地方呢 就是它盒子呢 上面的這一個 是一樣的號碼的 那這一支是中國做的 Manchana 那它這一支呢 不是 它這一支不是鄭光買的 所以它下面沒有所謂的中文標籤 所以 如果你的盒子呢 沒有被改過的話呢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說 你這個買家到底是從國外擠過來的 還是從台灣代理商那邊買的 那最大的差異就是它下面這一塊 中文的標籤 那這一支 蠻有重量的哦 我覺得它這一支騎桌的還算是不錯 蠻推薦給大家的 OK 那今天呢 就開箱 屋底 屋底 那希望呢 你會喜歡 一樣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是Jerry 那我們期待下次的方口開箱 拜拜 那地址呢 地址它就是在五聖夜市 在這邊就是五聖夜市 那這邊是五聖路69巷80隆 這個什麼玉平宮玄天大地的旁邊這一家 JBOSS 那你可以在這邊抓一下 試一下手氣 10元兩次 OK 那一樣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Jerry 拜拜 嗯